各位兄弟兄姐妹 早晨 今天我來到當中 跟大家開始一個新的講道系列 我們剛剛講完了七個月的燈山補分 八月份我們會講幾個在《詩歌智慧書》裡面 講的關於生命的歷程 去到什麼階段 九月份就是我們的宣教月 八月份我們有幾講講《詩歌智慧書》裡面 怎麼看我們生命的歷程 其中一個歷程就是我今天的題目叫《夕陽無限好》 就是《傳道書》第十二章一至九節 請聽我讀出當中的經文 你趁著年輕衰老的日子尚未來到 就是你所講 我毫無喜悅的那些歲月來臨之前 當紀念你的主 不要等到太陽光明月亮星秀變為黑暗 雨後雲又返回 看守房屋的發展 強壯的屈身 推磨的婦女因人小而停工 從窗戶往外看的眼光變為昏暗 街門關閉 推磨的聲音微小 鳥一叫就驚醒 唱歌女子的聲音也都微弱 人怕高處 路上有驚慌 行樹開花 炸猛成為重淡 欲望不再挑起 因為人歸他永遠的家 吊喪的在街上往來 不如等到銀鏈截斷 金罐破裂 平止在全旁損毀 水淪在井口斷裂 塵土仍歸於地像原來一樣 氣息仍歸於似氣息的上帝 傳道者說 虛空的虛空 全是虛空 再者 傳道者恩有智慧 將知識教導眾人 他思量考察 並列舉出許多針言 今天的題目叫《夕陽無限好》 本來我安排了不是我說的 本來是一個更加合適說的 在生命歷程裏面就是赵牧師 但是他又放假了 所以我唯有推而求其次 讓我自己去講 赵牧師經常說他的心境還是四十幾五十歲 但是我自己的心境已經七八十了 所以我說這個題目都很合適 還有我自己都是步入 即是未去到 都是步入這個 即是夕陽的階段 我下個月就六十一歲 還有幾年就可以退休了 都是望見 不單是望見家鄉 更加我自己也是親自陪伴我爸爸媽媽 我外父外母 特別過了幾年 大家也知道我外父外母搬來跟我住 都是看著他們是信主 也都看著他們是犯天價 四個老人家 我親自跟他們走過晚年的階段 我想都有一些自己的領袖和觀察 都是在《詩歌詞》的書裡面很有共鳴的 首先我聲明 不是每個年長的人都一定會經歷這些事情 都是一些普遍我自己的經歷 以及我觀察到我身邊的老人家的經歷 今天不是單是說老人家 而是生命的長者 我想今天年青人都要聽 因為聖經也叫我們 剛才那句經文也是這樣說 如果你還沒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現在好 準備 因為有一天你必然要經過 我們每個人都要經過這個階段 我們要好好準備了解 並且我鼓勵大家年青的弟兄姊妹 去瞭解你年長或者是衰老當中的爸爸媽媽 了解多一點他們 以致你能夠怎麼學習去孝敬他們 那什麼叫年長呢? 或者年老呢? 就是一個心理學家叫做Eriksson 一個德國裔美籍的心理學家 他就說了人家有八個不同的階段 但是無論你覺得自己是不是這樣的階段 他就說 最後的階段就叫做老年 如果你不承認自己 你說我什麼老啊? 就是人家八十歲都可以啊 拍心好話啊 勇創這個希伯倫 這個加勒 但是Eriksson就說 65歲以上的 已經是 步入這個叫做 年長或者年老的階段 當然65歲和95歲的人呢 他們那個機能啊 或者心態啊 都可以很不同啊 差那幾十年 但是在希伯倫就說 有一些的象徵呢 是那些老人家呢 或者老年人呢 是特別會有的 和其他階段的人呢 是不同的 現在無論你會接不接受都好 我那時候呢 在香港呢 有一個姊妹呢 五十幾歲 每逢生日呢 就是有一次生日呢 你知道生日 我們以前就沒有電郵嘛 都是寄生日卡 那有一次呢 她又氣沖沖地拿著生日卡 來見我 她說牧師 她說 麻煩你可不可以不再寄生日卡給我 她說 我生日關你什麼事呢 我不想有人提醒我生日 那這位單身姊妹來的 那我就 我也是第一次 我第一次生日 大家都很開心的嘛 現在和她慶祝 但是她就禁止的 因為她不喜歡被人提醒 就是她慢慢年紀 漸大年紀衰老 所以教會裡面什麼人都有 就是什麼事情都可以發生 但是當我們看呢 老人家面對的其中一樣呢 在今天社會裡面的困難呢 或者是所謂的issue 就是面對的光景就是呢 在美國也好 香港也好 我不知道其他國家 在美國 你看到的就是呢 就是自殺率 就是這個 老人家是22.4 就是10萬人裡面呢 有22個 就是平均那個比例呢 就是如果你看到呢 由65歲以上 去到75歲 85歲 那些的自殺率呢 是很高的 那當然啦 65歲以下的那些呢 就有其他的年齡的分佈 就是我們看到的就是 有時候我都會 當我年輕的時候 我會 就是不明白 香港的自殺率一樣 也是老人家最高的 那我就說 為什麼呢 就是我們那一代 上一代老人家 經歷過 就是 如果在中國大陸裡面 就像我太太一樣 我外父外母 經歷過 就是 大陸的變色 日本仔的 這個 這個 就是侵佔 就是 這個 八年的抗戰 或者如果你在香港 三零零八個月 跟著呢 就是 在中國大陸裡面 很多的不同的運動 經歷過 饑荒 就是 我記得我太太也說過 他吃過 在廠牢裡面 撿死魚來吃的 因為 因為 沒有東西吃的嘛 那 就是 就是 我外父有沒有都講到 大躍進的時候 那種的艱辛 那種的痛苦 那 那 他也是大右派 因為他教書的 我外父 經常都分享 就是 就是 在文革的時候 為什麼被人批鬥啊 為什麼被人捉到牢裡 跟傳道人一起坐牢啊 恥笑那些傳道人啊 當時的未信主啊 等等啊 那 經歷過這麼多這些事情 都捱得到 都過得去 但是 你為什麼去到 就是 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之後 去到晚年的時候 是要自尋短見呢 那麼很多當然 但是從身體的狀況 也都是心態 或者跟子女下一代的關係 我 也認識一些的 就是 已經自殺過身的 就是老人家 是因為 覺得自己是被藐視 被忽量 就是 而去自尋短見 所以 當我們看見 每年 這個是 美國防止自殺會 這個 由 2012年 到 2021年 你可以看到的 就是 老人家的 黑色那條線 如果你看見 顏色 那個自殺的人數 是 每年低增 所以 年輕的頂子 我覺得 如果你有家 有年長的人 我們都要去思想 就是 這個是我們的 做子女 聖經教導 我們要孝敬父母 這個是 大應許的 一條界明 不單止父母 過去 為我們 吃飯 幫我們洗澡 叫我們的生命 能夠繼續成長 而 有一天 可能 反過來 你都要跟他們 洗澡 要餵他們 吃飯 陪伴他們 走人生的路 這個是 就是 聖經裡面 教導我們 要怎樣去看待 效盡我們父母 從這個傳道書裡面 我們就看 兩樣很重要的主題 這個傳道書 差不多頭那半 是一個聚事的形式 就是描述到 日光之下 那種的虛空 錢 名 色 甚至是 這個系統裡面的政治上的公義 這些都是很虛空的東西 如果我們集中精神看 日光之下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虛空 但是 所能門就找到一個的出路 他說 日光之下 無身事 日光之下 盡到虛空 但我們要抬頭仰望 就是日光之上的上帝 我們就要找到 日光之下 我們生命裡面的真正意義 是什麼 所以下半段傳道書 就是講這些的 詩歌 他找到這個所謂的智慧之後 他覺得 不再虛空了 因為這個 在上帝裡面找到的 認識的東西 就是智慧的開端 他們找到這個智慧 去到第十一章到十二章 傳道書最尾的兩章裡面 他就提醒不同年紀的人 十一章就講到少年人 即是那些年輕人 十二章就講到 年長的老年人 年長的 我們不是很接受我們慕年的光景 我以前在香港有一個團契 是長者團契 要改名的不喜歡長者 即我六十五歲 什麼長者 還很年輕 於是就要跟他們改名 當時我改了一個奇英 奇英團契 奇英 其實奇英的名字本來很好 怎麼知道 無線有一齣劇集 不知道什麼劇 說到奇英是很負面的 我沒有看過 我不知道 說到奇英是很不行 所以那些老人家 就很不喜歡 就跟我反映 說牧師不喜歡奇英 你可不可以改過好一點的名字 又幫我們改聖經的名字 他們又覺得太普遍 這個加勒團 又好像不太合適 要我想 我想了很多的名字 其中我最記得 我想了一個名字 就是 碧玉的光輝 就是碧輝 碧輝 碧輝 那些老人家說 嘩 打大交 碧輝 碧輝 又不行 我最記得被人生氣 你想我們老人家打打交 碧輝 碧輝又不行 跟著呢 最後就改了一個名字 叫做 尚清 就是 Evergreen 尚清 看到我們有一個尚清的木區 當時到現在還是這樣 但是我們看看 聖經裡面 傳道書有一個詩歌的描述 這都是學者的研究 不是說我肯定想出來 學者就說 蘇勒門 他在年老的時候 這首詩歌 是在形容著長者的心態 他就說 大家不要等了 就是不要 年輕的 你不要等 像我們中國人 滿江紅裡面所說 莫等閒 百了少年頭 空悲潛 你不要等到年老的時候 你才想這些東西 你要準備好 去面對 面對什麼 我們看一下 面對著什麼 看守房屋的發展 這首詩歌 全都是詩歌 中文翻譯當然 翻譯不到押韻 工整的評則 但是我們看整段的詩歌 就是講老人家 或者是年長的 看守房屋 有什麼? 你的手 手震 開始有手震 那時候 我住在香港 我住在沙田 那時候 有一段時間 住在匿園 匿園 匿園 有很多 一些 很便宜的 茶樓 很便宜 你可以喝到一頓茶 但最糟糕 就是 推點心車 全部都是七八十歲 老人家 因為 便宜人工聘請他們 有幾次 當我叫東西吃的時候 特別叫 牛雜 那個 老人家 那個女人 塗完牛雜之後 將牛雜 遞上我的桌子的時候 哇 我真的很厲害 因為他手震 哇 那些汁不斷 到四處都是 那你 下次 我就不叫了 免得他打爛也好 我也不忍心見到 那些老人家 開始手震 就是 開始手震 強壯的屈身 大家都明白 強壯的就是 本來你年輕的 是不是 這個 堅超一百斤 但是 你年老的時候 你就不行了 開始縮水也好 痛也好 我四十幾歲了 已經 醫生已經說我膝蓋 不行了 如果你再跑步 因為我以前很喜歡跑步 但是 沒辦法 膝蓋已經 虧了 醫生說 你再這樣下去 要換膝蓋 我他說 你每天都要換的 因為我膝蓋 天生就是向外生 所以變成了 有一股就虧了 沒辦法再跑步 變成要做其他運動 Elliptical 等等 沒有了 跑步這件事 強壯的都要屈身 推磨婦女 因人少而停工 什麼叫推磨 這套詩歌就是 那些牙 你吃東西的那些牙 越來越少 那我都這樣就煮了 我的智慧齒 生得OK的 就不用剝了 但是 我有一隻牙 吃東西的時候 咬裂了 所以要 要正牙 上個月 就是上個月 我和太太吃飯 我煮飯 就煮蝦仁炒蛋 蝦仁炒蛋很軟 沒有東西硬 一吃 整隻牙崩了四分之一 上邊有一隻 立刻要去牙耳 很沮喪 沒有理由 我吃蝦仁炒蛋 牙耳仁炒蛋 還在笑我 他說 你知不知道 那些人照香口膠都會 脫了一半 沒有人法 年紀大 牙就開始脆弱了 真的很沮喪 以前我最喜歡吃 我年輕的時候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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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用牙牙咬爛 那時候 吃裡面的 蝦仁炒蛋 現在 我最喜歡吃 都是豆腐撲 還能吃到那些 不可能 從窗外 往外 眼光變為 昏暗 大家都明白 如果年長的弟兄姊妹 看東西 那時候 四十幾的時候 開始有老花 接著 那些弟兄姊妹跟我說 他說 梁牧師不用怕 因為當你有老花的時候 你近視就會越來越 少 看東西就會清楚些 看遠的東西 結果 到我現在的年紀 我三樣東西都有 近視 遠視 老花 配眼鏡也不知多貴 剛才 李牧師也說 睜眼不行 我突然看不到 所以 我在Mibita 很慘 因為Mibita 在禮堂院 說看這些 powerpoint 是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 要放大一些字 才能看得到 自己現在看不到書 看不到很久 因為眼睛 三進鏡 看完又 不是那麼精神 這也是面對的光景 還有 街門關閉 推磨的聲音微小 唱歌的 女子的聲音也都微弱 不單止 眼不明 耳 都不聰明 就是沒有了聰明 我們 因為 你聽不到 這件事 我暫時都還可以 但是 我看我 外父外母 來我這裡住 我觀察他們 看到 外父 耳朵 都不太聽得到 所以有助聽器 但是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 我還沒去到這個階段 但是他不喜歡戴助聽器 完全不喜歡戴的 所以他又聽不到 聽不到的時候 他講話自然 因為他自己聽不到自己講話 於是他講話自然大聲 而我外母 他又是聽不到 於是他講話大聲 他又聽不到外父 外父很大聲 於是他又很大聲回應 結果呢 整個屋 都好像吵架一樣 他們兩個一說話 就是吵架 我和太太就說 喂 要不要這麼大聲 他們覺得不是大聲 他們覺得 你聽不到就說大聲一點 有時候 如果一次聽不到 就多說幾次 變得越來越沉氣 為什麼 有句廣東話 就說老人院都不修理 因為你長氣沉氣 完全聽不到 鳥一叫 就驚醒 那在香港呢 我見到我爸爸四點半起床 我媽媽也是四點半起床 我跟那些人去神魂 我心想 我現在是農業社會嗎 四點半 不用這麼早啊 為什麼不睡晚一點呢 那時候我們睡八至十個小時 我認識一個姊妹 她可以睡十二個小時 每天 我看我女兒也是 可以睡到下午兩點半 我有沒有搞錯 為什麼可以睡這麼晚呢 那我不明白的 那我爸爸跟我說的是 不是不想睡 是已經睡不到的 我完全不明白什麼叫睡不到 好 直至 現在 我終於明白了 我告訴你 就是我每天 不是我想這麼早一身 靈修啊 喝無主啊 不是 而是 五點多 就醒了 醒了 你不靈修做什麼 你睡到床 你睡到床 那你 沒有辦法 不是不想睡 而是 現在最壞 夏天 就是最壞 那些雀鳥 就三點多 就在那裡唱歌 如果大家有經驗 就是 三點四點 外面那些雀鳥 就在那裡 在那裡吵 那你半醒半睡 到五點多 你已經睡不睡 那些人就說 牧師 就睡一睡覺 我告訴你 就是我睡不到 不是不想睡 其實我現在這樣 我都好 好眼睡的 但是睡不到 就是一睡就睡 睡不到 那我晚上 我真的戴上床 就睡得著 就是我很感謝住 那麼多年來 我都沒有什麼失眠的 但是呢 睡就睡得不多 那這個是 其實是很辛苦的 因為你其實是不夠精神 但是你睡不到 那就是睡不得多 那這個是現在面對的一件事 我知道未必一定 每個個長姐是這樣的 因為 我認識一個姊妹 就是 哪裡睡不到 我睡十個小時 那就是為你了 好了 人怕高處 路上有驚放 就是 不再敢冒險 我最後一次坐過山車 是四十幾歲 真的不敢 真的 哇 哇 菊翠蓉那次之後呢 跟陪我女兒去坐 坐完之後呢 哇 真的想死 不要了 以後不坐了 到現在都不坐 最糟了 就是前兩年去夏威夷 又被兩個女兒捉了去 陪她們去玩 Zip Lining 哇 真的 那次是我人生裏面第一次 也是最後一次 就是 玩Zip Lining 就是 哇 看上去害怕得 腳都軟了 就是 那我就想 我以前不害怕 為什麼現在害怕呢 就是 找過六十歲的人 去玩Zip Lining 兩個女兒就是 好了 她們就很合分 好了 路上有驚放 很多東西害怕 我又想 年輕的時候 一個人 一會兒我在West Virginia讀書 一個人 晚上十二點開車 駕駛車 六個小時 駕上紐約 喝茶 喝完茶之後 你知道West Virginia 什麼都沒有 喝茶去紐約 一個人 那時候沒有GPS 拿著地圖 就這樣走去 然後呢 喝完茶之後 買一些東西 就拿回去 那時候 很厲害那時候 簡直沒有敵 但是現在 不要開玩笑 現在軟行 就是 很坦白說 軟行都不是很常 一來又辛苦 另外就是 經常要去找廁所 那些機能已經開始衰退了 控制不住 那你經常要去找廁所 你又麻煩人 就是 經常都覺得 不想出街 不如在家 上網 還好 因為 出去 面對 就是 很多不方便 行樹開花 你看 我的頭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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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看見еть 外母 沒有療癌 其中, 你看看人生 面对这个阶段 由出生到年老到死亡 每个人都要必经的阶段 如果你看的话 日光之下望见的时候 真的很虚空 是不是 人为了些什么呢 出了世 熬得这么辛苦 到年老的时候就死了 有些人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所罗门说 如果你望见这些东西 日光之下 虚空的虚空 但是所罗门不是停在虚空当中 他告诉我们 第十二章里面 原来我们连长的人 是可以活出一个灿烂的余生 我们看看所罗门怎样说 所以他说 你当趁着年幼 衰老的日子尚未来到的时候 就是你毫无喜悦的那些岁月来临之先 当纪念你的主 我们看到第一件事就是 我们首先要接受这个人生的阶段 我叫做拥抱尽情 因为人生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 也都是有不同的机能上边或者心态上边 我们要面对的事情 每一个阶段也都有他的喜乐 和有他的福分当中 这是上帝的设计 所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 神给我们在世界上 我们去到年长的时候 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必经的阶段 这个就是人生必定有的阶段 由出生到形成到成长到成熟到衰老 任何的有机体人 我们的小组教会都是一样的 都是有机会就是从成熟之后去到衰老 最后就是死亡 这个是必定的阶段 我也很接受一件事就是 现在已经不是好像以前一样 讲一些花水给大家听 有一件事我想有些顶着未必知道的就是 我年轻的时候 讲旧史 我年轻的时候 其中一样我自己的主号 就是駕駛电弹车 我駕駛了很多年电弹车 因为那时候我在德州已经开电弹车 回到香港就继续駕駛了 当时就是烈火战车 吸引女孩子 这一部是我的最后一部的战车 就是CBR600F 就是四冲程来的 就是很重的 为什么我现在不开车呢 就是去到我四十几岁的时候 有一次跌车 电弹车一定有机会跌车的 跌车之后呢 差点撿不回起身 因为很重的 我现在已经有机会跌车 我觉得真的不行了 就是年纪大 如果再跌车的时候 你不快点收拾这部车 后面的车会来的 是不是 就是我那次跌 就是很感恩的 就是地面有油 跌了地下之后 就是转弯跌了地下之后 就是撿起一部车 后面就没有车来 很感谢主 我觉得都是时候要放下 就是买一辆车 买一辆车之后 我太太就很不开心 我太太就说 喂 怎么去西贡啊 第二天 就是我们那时候 就是有机会 就是一起去西贡嘛 但是anyway 就是这些日子 过去了 人生试过就算了 对不对 就是有时候没办法 这个也是 就是我变成现在 要找另外一种的hobby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 就是强壮是青年的荣耀 没错 他们可以打不死 就是可以去做很多强壮的东西 但是老人的尊名 就是我们的白犯 就是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经历 我们人生的历程 有很多事情可以 告诉年轻人知道 告诉他们就是 我吃盐多了 你吃米 行轿多了 你走路了 你听一下 不信老人言 吃虧在眼前 不过我两个女儿都是不听的了 虽然我经常说的 第二件事 就是靠主传承 有一个字 有一个字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常常出现的 英文译得出来 中文没有译到的 英文译出来就是 remember 在这些日子里面 在这些日子里面 我们不要只看日子 看日子里面我们要remember 上帝 当记念 你的主 是不是 因为如果我们不是看我们的主的话 所有东西都是去控 我们就会整一身 以前 肩挑一百斤 现在 几斤都抽不起 以前说 风池电祭 刘德华 烈火箭车 现在就完全不行了 连走路都不行 你就觉得很唏嘘 但你诗经告诉我们 所罗门自己经历 你知道所罗门练老的时候 写了这个传道书 他说 不是去控是去控 为什么 他说传道者有智慧 他领受了这个日光之上的智慧之后 就将这个智慧和知识 教导众人 他将领受的东西 这个叫pass it on 传出去 传到下一代 这个也是他写传道书的原因 因为人生的历程里面 没错 我们是必经的阶段 会衰老和死亡 但上帝有一个很奇妙的方法 去延续人的生命 而这个延续我就叫他做 繁殖 或者叫陪增 你的生命怎么会延续呢 不是在你不会死亡 而是你能够繁殖下去 任何一个品种 一个生命都是 你不繁殖 你最后就是死路一条 最后就是必定会死的 无论你怎样风光 你成熟期多威猛 你不繁殖下去的时候就没有了 到你死了之后就没有了 所以教会都是一样的 大家小组都是一样的 顶姊妹 小组大家都很开心 成熟期 去到巅峰 但如果你不繁殖 你没有新人加入的 你不去分组的 喂 你们这些人死了就没有了 今天很多教会都是这样的 很多教会就是 年轻 很多人回来 然后维持现状 去到年老 那些人慢慢慢慢过身 就没有了 你的生命都是一样 桑门说 我教你们 我经历到这些日光之下 和日光之上的领受 我要pass it on 我传递给你们 我也希望你们传递下去 这个就是我们老人家 或者年长的 我们经历过的东西 不要收藏 不要单单想着 成熟期要 做到多威猛 我比你努力 五十年 那是怎样呢 你死了之后 那教会是怎样呢 我们要想的就是 我们的信仰 如何传递下去 不单止我们育身的下一代 也都是我们的 属灵的下一代 如何帮我们属灵的下一代 去明白我们的信仰 以致我们的信仰 当我死了之后 仍然能够存留下去 我们如何能够将教会 我们的position 我们的服侍的崗位 去传达下去 就是我们服侍那帮的特影姊妹 Jonathan这些 哇 拍摄音的 是不是 都要想的 Jonathan 是不是 连长了 是不是 所以就传达给后面那些年轻的那些 一步一步传下去 那这个也是保罗告诉我们 这个提摩太后书 二章二节 我们经常都说的就是 他提提摩太后书 你知道 提摩太后书就是保罗最尾一封的书信 他临死之前 提醒提摩太后书要做些什么呢 就是你在许多建制人以前听见我所教导你的 也都要交托那些忠心而有能 教导别人的人 这个有五代的传承 保罗从耶稣里面领受了 要教的那些门徒 其中一个是提摩太 提摩太后 他鼓励提摩太就是 你要忠心 教导 这个的 他们能够教导别人的人 这个就是 五代的传承 也都是我们信仰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今天你要想 教会你的福祉崗位你的信仰 不是再是永闯高峰 而是有一天 当你失败的时候 是能够有人去承接 有人去传承下去 这个也是我尝试祝福李牧师 我们这些年纪 眼又龙耳又蒙 还做得多久 我们要想的就是 我们要培训门头 将这个信仰的精髓 去传达下去 一代一代的 最后 这个所谓门提醒我们 要把握今天 无论你是什么年纪 你年轻的 年老的 中年的 我们都要把握这个时刻 你当趁着年轻 如果你年轻的 好像Justin这样的 衰老的日子上面来到的时候 就好纪念你的柱 就是不要等到那个时候 你想做有一些东西 是根本体力 没有办法做下去的 这个就好像保罗所说的 我们不丧胆 虽然外在的人日渐流淡 就是身体机能 但内在的人却日日更新 虽然我是年纪开始渐长 体力不行了 但我有上帝给我的 就是经历 给我的智慧 给我的 力程 我可以和帝衣教会分享 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 年长的可以做到的事情 pass it on 因为保罗说 它也是我们永恒的福乐 各位年长的弟兄姐妹 虽然我不是很年长 但是我希望今天的信息 能够帮到我们 如何面对我们的如下的人生 亦都年轻的弟兄姐妹 好好照顾你的爸爸妈妈 家里的长者 因为有一天 愚主愿愿意 有一天 他们都会在你眼前 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今天就明白他们多一些 也都把这个机会 因为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 之前呢 我就很好把握今天 去服侍我们的上帝 帮助别人去认识我们的信仰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祷告 提搏我们 感谢赞美你 就是因为 你离世之先 你提醒我们 你不是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你却给了力量我们 胜过那恶者 并且你赐下平安 给我们的人生 以至当我们 无论你面对 我们年轻的时候的境况 面对连长的时候的境况 我们心境里面 都知道 你在我们的身边 与我们一同行走 这个人生的路 赐给我们有平安 祝福但愿 平安今天赐给我们每一个 以至 我们能够有力量的面对 我们生命里面 每一个年龄层 面对的挑战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你的圣命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与点点栏目